朋友他在台灣的日本公司上班 所以他好像他們的規定都跟日本一樣 所以那時候他上班的時候 他跟我說他一... 他就是除了公司就很嚴謹之外 他們一一踏進去公司 他們一定要說 是嗎 所以很大聲跟大家說 不是嗎 打招呼啦 對,跟所有的員工 還有他說他老闆要規定他 他要幫男生泡咖啡 然後... 泡咖啡 對,要幫男生泡咖啡 而且所以感覺好像女生 在日本的地位有點低 上班的時候,是吧 其實你講的也沒錯 一點都沒錯 因為第一個 就是很多公司的規定 就是說像那個餐廳 大家應該看過 在台灣的日式餐廳 或是日本的人手店 就是在你們口中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這個打精神 就是演氣的意思 然後呢,第二個你剛剛講 你是不是最近都沒在看二分之一講 女生都要泡咖啡 就是這個是SOP 其實不是他們的地位比較低 他們喜歡女生泡咖啡 可是他們是台灣人 還是有規定還是一定要這樣 對,因為他的投資跟老闆是日本人 所以是日本的規定 對 OK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哦 按下鈴鐺 讓你及時收看最新影片 歡迎看我們這些精采的內容 趕快點選這些影片哦 請大家... 從前面 如果是手放在山上 所以請大家在私下手放在那裡 好嗎? 你可以選擇